大家好我是永通汽車韋欣 今天會為各位介紹我右手邊的這一台 是2019年出場的 首排8人座的德利卡 它的里程數僅有4萬公里左右 當時新車要價近80萬 我們現在只賣你50幾萬 如果你的需求是 5人座以上 8人座以下 那我想必 這台車非你莫屬 因為這台車還有通過 第三方的YES認證 全車原版件還可以有 兩年或是5萬公里的保固 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2019年跑4萬公里的 德利卡的外觀 首先全車原版件 頭燈沒有任何物化 車頭沒有任何一個 讓車身掉漆的部分 那我們要看他的左側邊 這顏色在他原廠的目錄叫金戰藍 從上到下 從左到右 側邊基本上是毫髮無傷 他的輪胎呢 他要更換這個鋁圈 那我們的前輪已經更換全新的輪胎 這個是2023年 41週出廠的 全新輪胎 那後輪呢 後輪就是他原本的輪胎 兩個油壓停桿 都很正常的作動 偷包桿 幾乎沒有任何刮傷 重點是他還放了風潮式的腳踏墊 如果這台車是要載貨的話 應該是不太可能放這風潮式的腳踏墊 基本上都是他用橡膠底板鋪上去 這兩邊 也都沒有任何的刮傷 用後輪呢 一樣是他原本的輪胎 但這驗車是都還OK的 整個右側的車側 也都沒有刮傷 那右前輪 跟剛剛左前輪一樣 全新登陸輪胎 那真要吹毛求疵的話 大概就是右 後視鏡 外殼 有一點刮傷 所以全車 2019年開四萬 保持的非常的良好 德利卡 他的側滑門 非常的好用 因為空間大 再來是他那個 第二排的內裝 基本上這個看得出來 這真的是載人 沒有載載貨 全車一共有兩個ISOFIT 第一個在左側 第二個在第三排的左側 那我來示範一下 如果像我的身高 170幾公分 其實蠻舒適的 第二排還有一個 空調的出風口 這個不是送風 這是有空調裝置 可以切大小 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來示範一下 第三排如果進出 左手 抓住這邊 右手 扶上面 以下強調一下 這一代得利卡 為什麼變貴一點 除了車身結構 引擎都有更新之外 全車都有三點式的安全帶 我們要講到他的這台車的配備是怎樣 車手排車有配備盲點偵測 亮燈的那個就是 側邊如果有車輛靠近的話 你沒注意到 他會做個警示 我們第一個接近強調 他里程數是 48077 里程數保證 那上面呢 是他的獨立的胎壓偵測器 他要行駛作動 才會有數據的顯示 這台車左邊 還有這個音響的 切換的一個按鈕 那這個配備安全氣囊 副駕駛座也有個安全氣囊 那這邊還有安裝一個 抬頭顯示器 格熱紙用的還不錯 都是FSK的格熱紙 這有配備 倒車顯影 車主他就裝個新車記錄在這邊 安卓機重要的是 他有導航之外 還可以連那個 Apple Carver 跟Android Auto 那這台一樣就是 空調 跟 CD音響 但CD音響 他目前沒有做 音響的權限移到這裡 這台是首排 那我跟各位講解一下 倒車 一定要左上 這樣子 它的傾斜角度會非常的傾斜 對 是的沒有錯 所以你要記住 你不是一檔喔 你站上去一檔 你要往下壓 向左 向前 那這邊呢 還有一個 可以充電的 在這裡 選配一個可以充電的 這邊呢 控制後視鏡 跟 車窗往下的 那最後呢 我們要強調一下 這台車 藍色的代表 認證合格 這車子的相關資訊 2021年 12月出廠 里程數這邊都有載記 那最重要的是呢 車身的外觀沒有任何機繞 全車原版件 車身的結構也都沒有機繞 所以看到這個 就可以知道說 2021年 新車保固快結束了 但它還可以有2年 或是5萬公里的一個保固 如果你的需求呢 是5人座以上 8人座以下 那你的預算是 50萬以上 60萬以下 我會推薦你這一台 2021年僅跑4萬公里 通過夜市認證的 合理卡 手排 那如果你是更原用戶 買這台你可以省下 比新車的一個差價 那如果你是公司行號 商行企業社 有限公司 你跟我買這台車 你跟我買多少錢 我們還可以開立 全額的發票 哪怕你要做 租賃租購 也都可以配合你 那我是永童借偉欣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可以打我的電話號碼 跟我聯繫 那我的電話號碼是 0912 021458 等你來預約賞車 實在就是 SUM M